在啟德九龍市區賣一件煙花的海景一房 值多少錢呢? 這間是416呎的一房開放室 入門位有個玄關 這裡有廚房一字形 工作桌面不多 收納薪相當充足 因為樓底相對來說高 整個啟德現時的思路就是這個樓底比較高 入門後你會看到它是開放式的間價 如果買這個單位看看你究竟是開放式的間價 還是在起個角樓下面做活動空間都隨你 你拖完之後就會有自己的房間 相對來說就頗帥 這些是活動層版 這裡就是一間房 房間後面就有一個衣櫃 對了 也可以去買一下衣服 還有一張化妝桌的櫃給你 最特色當然是窗邊 這邊就有一個露台位 走出去就很方正 兩三個人站出去都沒什麼問題 看過去就一個室內館 然後地標上的球場 再過去就是紅磡和煙花景 這邊就是下飯廳 總體來說擺位都不錯 這邊一定是吃飯的位置 這些就是下飯廳 浴室那邊都挺骨子的 好企理 用軟肉的 空間其實如果胖一點都用到 都很帥的 而且你看到整個間隔就很方正 沒什麼浪費 唯一的缺點 價錢真的挺貴的 接近三萬元一尺 你覺得值不值 如果不要海景 價格立即減了一萬兩萬元一尺 這個實用面積就是395呎的一房 護形和剛才416呎的相差無幾的東西 都是一字形的廚房 都是一個懸崗位 都是一個浴室 然後都是一個長型的踢 都是一個露台 望出去的景觀就看回河 又看回前面 摩拉圖的內圓 其實方向來說 這邊就向東北偏東 這裡就是一間房 都是一個很高的樓底 都是用一個活動式的層板 你可以變房或者不要一間房都可以的 我自己住就應該去開房間 然後上面建一個角樓做睡覺的地方 這個衣櫃、梳妝桌 整間房間就比剛才海景那邊 減了接近一萬元一尺 如果是你 你會選海景 還是這裡? 留言告訴我